保护我 捧手欣赏 我都会珍藏 希望 能否凭你受过的伤 你幸福的模样 就是我的太阳 牵着你手 走到天哪 那我进去了 去吧 开心点 拜拜 莫菲 去吧 去吧 我自己平时工作那么忙 也要一夜好不好 然后每天都要开心一点哦 我会想你的 我也会想你的 很想很想很想 好了 我要走了 好 没事吧 进去吧 回去吧 拜拜 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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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本身跟他егwon做的事情 转发化视频是很简单的 没事 你今天是一个 sick的发展 你从反熟的城市 当然那你讨ive怪我喜欢中国文化 你有一种 Asia感到 但是那没关系 你能一下一些了很多 join体 Morris 是的 原来ense在讲 我是有关 这是一个小伙伴的中国文化 未来我将会分享给你一个小伙伴 真棒 我们都很感动 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 再见 谢谢 再见 再见 你今天在台上说的话 真是太有感染力了 我都快把你当作我的偶像了 但其实我有一点点难受 为什么呀 你也看到同学们的反应了 可是在国内很多专业人士啊 都对手工竹马一点都不感冒 更别说那些外行人了 也是 莫同学 今后的功能任重道远 我觉得你一定可以的 加油 加油 对了 我们这学校啊 开很多选修课 我觉得对你有帮助 你要不要看一下 好啊 真的是好多呀 要调花眼睛了 东方民族服装剑上 真好 我选这个了 你呢 还可以啊 但是这个教授 你鬼啦好像没有听过啊 你呢 好 我下课了 我也是啊 刚下班啊 累坏了 这都几点了 怎么才下班啊 你说你也不在 下不下班都一样 还会自己在公司多待 回家了也无聊啊 那你有没有好好吃饭啊 我还没吃呢 等一下回家自己个人 孤独地吃晚饭 我跟你说 我今天在课堂上讲猪麻辣 发挥得怎么样 反响非常的好 所以呢 我特意打电话过来 感谢你带我去参观 什么 你怎么总跟我这么客气啊 想你啊 想你啊 我先开车到家来给你打 拜拜 我听说这么客的老师 是个中国人 据我所知呢 东方民族服装件上 要不就是日本人老师 要不就是中国人 是哪国也不重要 主要是他长得很帅 而且很年轻的 然后呢 然后 然后 然后我的春天就要到呀 好吧 不是我的 是你的 好 好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你们认为我吗 我叫我 Feng Xiaoyu 我认为一些学生 可能会有印象 我还说到中国人 我已经说过 这季节 我们会一起开设计 评论和观察 国家的体制 谢谢 没想到也在这里碰到一堆意外的 为什么 因为你在国内发展不都是上升期吗 很少有人会记得用我退吧 我几斤几两孩分得近的 如果想成为一个优秀设计师的话 我去去东西来说 好 对了 方见了一下 谢谢你关心的原来挺好的 在国外有了新的生活 交了好多朋友 我就知道她性格那么好 肯定大家都会喜欢她的 你也不差呀 听说你用祝妈完成了作业 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一致好评论 能用那么寻常的材料做出来 那么精致的作品 很了不起 那是我了不起 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了不起呢 那肯定是都了不起 只是我没有想到你会回来 我 我不像老师是吗 没想到你会回来当老师呀 我对于专业啊还是挺认真的 我之前只做中国传统服饰的课题研究 研究效果不错 母校就把我邀请来了 担任这边的选修课老师 不得不说一句 大神就是大神 上完你的课呢让我受一杯浅 而且大家都非常喜欢你 真的假的呀 当然了你看今天的出勤率啊 那我记住了 以后呀我要好好地盯着你的出勤率 如果你哪天不出勤的话 你今天又是在骗我 放心 我会好好上你的课题 走了 再见 再见